再來關心高雄市勒工郊 記者違反樂計劃的攝漢工廠 最近公布第一季 十間奉出發的秋風 其中在今年設立 博發書記百天的南台灣客運公司 奉發十八萬上嚴重 新年來最高級 南台灣客運的書記 因為北方加班非常少 決定要效果不夠班 博發學人所要路主求婚 最後雖然想讓各體一部 事情有萬萬改館 不過南台灣客運 也是南方開發的名文 中共市勒工郊公布今年第一季 違反樂計劃來開發名單 南台灣客運因為 很多便沒有違反 負加班費 還要讓外公收睏 奉發十八萬 佛金上官 不過公司標示 開始已經有改善 有關單位都來公司 關心檢查嘛 那我們就是 依照檢查出來 確實公司就去做改善了 除了南台灣客運以外 其他違反向法的秋風 還有有環球追尼 肯德基聯社 保養國際 中山交通 強國保存 性格強烈 第三人收 日常蓋車 還有中央 恢復政策公司 這次金銀行 除了公布名單 也會發六萬 至十八萬不定的法金 主要的違法是有 仍然以 加班費 給付不足 以及 超時工作 是我們的大眾 像南台灣客運 大概有13.5個小時 那像環球水泥 它就有14.5個小時的工作時間 樂工郊標示 樂計畫過年 修法之後 已經家中出返 另外在歷行的檢查 也會進退 有違法紀錄的 衝傷 加強 客車 來看報道 樂工的環境 紀錄中文明教官 各鄉報道 在歷行中文明教官 在歷行中文明教官